香港自古以來都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地方 如果我們只是根據官方現在政治正確的版本 只會強調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不開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一切的事情都可以用愛國或不愛國的角度去看 這樣是不會產生香港這類神奇的地方 在我們熟悉的公眾人物或是我們熟悉的公眾地方 或是我們平時不顯眼看到周邊的歷史 都可以貫穿香港一個很國際化的故事 特別是我們在國際關係角度經常都會強調主權國家 即所謂的首席國家 不是國際社會唯一的所謂的unit actor 在一百年前其實世間上還有很多其他的單位 其他的身份在國際社會去遊走和活動 有時他們不需要用一個很正規的打正旗號的什麼什麼什麼國 或者什麼什麼什麼自治史去走來走去 本身他依然是一些unit actor 就好像說歷史上華僑的雙圈 每一個雙圈其實都是一個跨國的網絡 我們就叫他們做一個非國家個體 去到今時今日這些跨國的華僑雙圈 或者根據地域、籍貫等等做基本的向心力的雙圈 都依然是存在的 我們說的這麼臉腫的開場霸 其實是想帶出我們今天想說的主人翁 大家都很熟悉的 是剛剛離世的前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代表著中華總商會中的界別的這位王怡宏博士 我們對每一個人的傳記 其實就不會專注在他個人的歷史上 因為始終裡面有太多屬於八卦的說話 所以不是我們的興趣 但是我們經常在一些工作人物的故事 特別是跟香港有關的故事 都可以以小見大 看到一個國際化的脈絡 黃怡宏博士在香港最廣為人知的 自然就是他一種比較 現在的國安法時代 我們怎樣形容呢 就是叫做愛國人士比較豪邁不羈 和性情中人的行為 譬如說他很有勇氣 他本身應該很堅守的宗旨 向著一些他眼中的反中亂港的分子 去宣示民族的大義和愛國的立場 這種高尚情操 相信在現在的後國安法時代 應該都可以邁向這個很高度肯定的性人級別 所以當他離世的時候 建制派就是一片的表示軟跡 亦都是十分之歌頌他 譬如說他是學識冤博 風趣幽默 當然是愛國愛港不在外下 是一代偉人 雖然他過身的地方是在美國 然後是養病的地方 但是原來他移民了幾年 但是愛國人士自然有另一套標準 總之無論他做什麼都好 都會無損他這個偉大的愛國者的身份 我們看到這個個人歷史 很多朋友都會不其然有一個問題 就算你香港以前的建制派 都是精英輩出的 亦都有很多比較精英的朋友 為何一個公眾形象是比較負面的人 可以做這麼久的這個位置 以及根據國家的標準 對他都真的有情有義 他前後就是由1991年開始 去做立法會議員 那時候已經是港英的末代 他已經是代表中華總商會 即是最紅的商會 接著過渡 接著去到主權而交 接著去到2003年 即是中治之後也好 他都依然是深獲中方的信任 同時間他也做了十幾年的人大代表 也得到這個叫做大使經分銜 這個也是叫做香港的特區 可以給他最高的榮譽 前後他也試過有很多單案官司 無論是早年他涉嫌的違規派骨 令到他不能坐正交易所 去到近年他臨過身之前 就疑似去用他一間公司的財產 就派出私人的戶口 也是有官司當中 他的親人也有不少官司 其實你會看到很多的蛛絲馬跡都會說 其實他也未必是最沒有爭議那種的 遙建制派議員 為何都要給他這麼高的榮譽呢 他在開會期間經常都會睡覺 為何會順次有一個中資事件 據稱是喝完酒之後 酒還沒醒來 一時就疏忽 做了一些平時不應該在公眾面前做的行為 就算在建制派裡面 也一定會有很多人 背後有一些閒話 每一個圈子都是這樣的 為何他可以備受信任這麼久 一定有一個原因 其實我們就是想解答這個問題 他本人是代表他自己 還是其他東西 其實這就是牽涉到我們今天想說的主題 就是華僑雙圈 作為一個非國家個體 在香港的歷史上 甚至在整個東南亞 或者是廣義的中國 歷史上扮演了什麼角色 所以我們看回黃洋博士的特殊待遇的時候 就必須要在一個學術框架裡理解 我就會建議在一本書裡面 可以做一個很好的適合點 就是這一本叫做 《帝國之間民國之外》 是我的朋友 是郭惠英博士的著作 他是新加坡的學者 裡面就是在所謂當時的中國民國之外 也是在大英帝國的境內 但是他也在帝國的邊瑞裡面 兩個很獨特的殖民地 就是英屬的香港和英屬的新加坡 裡面的華僑雙圈的活動 這本書的切入點是很獨特的 他不是簡單說一個大英帝國的歷史 也不是簡單說香港市或者新加坡市 而是希望重構整個華僑的網絡 當時是一個很獨特的角色 因為在世紀之家的時候 或者再早一點 中國的華僑 例如來自福建也好 廣東也好 或者其他 例如海南島也好 他們去到東南亞 都是有一種自己的身份認同 同鄉會為何這麼重要 就是他們來到當地 始終是要自力更生 也要自己幫忙 他們去到當地 始終是要自力更生 和互相幫忙 他們的物流鏈、產業鏈 或者將鄉里運出運入 其實全部都是在用雙圈的概念 所以就算你住在東南亞 譬如在新加坡還是香港 或者你和本身在福建 或者是廣東省的鄉里去串連 其實這就是一個網絡 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 這個國家的認同 並不是今天這麼硬 一切都是國家安全 主權至上 那時候中國有比較強的地方主義 這種比較強的地方主義 一來有軍閥割具有關 第二來也與海外雙圈有關 因為外匯始終是任何一個地方 有很重要的收入 特別當時中國經濟不太發達 所以在這段時期 很多鄉里和同鄉 他們正在用這個網絡 用香港和新加坡做一個中介 連結他們在大陸的大本營 和海外再進一步的小金庫 合起來他們兩組生意也好 還是把自己同一個直觀的人才 去讀書 然後去找工作也好 這是一個很緊密的網絡 他們不是在用我們今天主權國家的概念 他們不會做一些很誇張的事情 但是很明顯他們是有自己的一股認識 以及自己之間也會競爭 就好像這本書裡也會說到 在新加坡你是福建幫的 或者是廣東幫的 裡面已經爭得很厲害了 當英國的總督去到當地的時候 他一方面就要拉攏一些精英 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他們完全的身份認同 在香港就向了他的鄉下 這些就是整個角力 在香港這一邊也是 我們要說的主人翁的黃耀雲博士 其實真正值得說的就是他的父親 即是黃黑立先生 他也是香港得到這個大紫荊分下 其實我們看到很少見的 父子檔都可以得到這個叫大紫荊 雖然一般人眼中這些不值錢 但是在某個圈子當中 都是一些可以印黑片的東西 為什麼這兩父子都可以成為這個大紫荊 其實當然是中國共產黨的統戰策略有關 於是我們說的重點 究竟黃黑立父子的什麼統戰價值呢 其實真正有統戰價值的自然不是他們本人 而是他們代表福建幫的雙圈 而真正最有統戰價值的那個 也不是黃黑立雖然他的履歷和人生 都是比黃耀雲豐富很多倍的 但是真正在統戰那個就是黃黑立的大佬 即是他跟的老闆陳家庚先生 是藍洋家的老闆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華僑 他也是第一代福建幫的領袖 即所謂第一代在民國的時候開市 即再早些當然也有什麼人 都拿了生意 他那個有錢程度很誇張 在抗戰期間 他一個人用過人民儀 就已經捐了百多架飛機給民國 他那時候是一個超級有錢人 但是他也一直是有一個複雜的身份認同 雖然他在南洋特別是新加坡的勢力很大 即是那時候是經營一個橡膠原智庫 但他也是參與了很多中國國內的事業 因為他有錢 他捐錢 所以任何派系給人都會找他丟臉 他這個這樣的商圈 除了在經營新加坡之外 自然在香港也有他的基地 亦都在他的大本營福建省 是他的基地 由於國民政府是不斷拉攏他 而他為了顯示他對中國的聯繫 他就保持幾個地方 都有他的一些頭碼 一些他的代言人或代理人 在各自這樣營運 這也是整個福建幫最初的初刑 我們在你你位置 我們就會明白 包括廈門等等的港口 其實都是一個沒有香港這麼繁盛 但都是扮演同樣的角色 就是一些物流的中心 無論是貿易 地上地下也好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網絡 這時候福建幫的要員 在香港動作幾百億身家 但他們基本上就是這樣起家 當然你說到物流 合法的就是那隻 地下的另外一些 大家心裡有數 這就是福建的商圈 一個很重要的 根據的勢力範圍 陳家庚因為他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華僑 甚至是被視為二十世紀的首席華僑領 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華僑也是很重視的 不單是說他們本身有錢 亦是想將中國人根據血緣的概念衍生到海外 特別是當中國國力不太強盛的時候 其實很通過華僑進行一個非實質 但有意涵的半殖民的一個托展 當然你是不是應該用這個叫半殖民 這個名字就是學者不同的意見 但我們就是複術 在福建商圈面 反映著這麼重要的角色 而陳家庚是一個其中一個最有錢的人 他又肯去捐錢給中國大陸 自然就變成一個各方拉攏的對象 在三十年代開始 民國政府委任了他很多官職 因為他肯捐錢和有影響力 包括了給了一個虛銜的福建省長 當然大老闆是不會有空坐下 每天辦公室早上去上班 他亦有很多台里人 其中一個就正正是黃克立 黃克立在讀書的時候 就開始跟了陳家庚 當他老闆在福建有職位的時候 他就跟著進政壇 做了很多報告 都跟財政有關 譬如說在福建的特派員 做稅局那邊的特派員 做了福建省的參議員 民國時代的議會 後來被人派了去台灣 台灣就是二戰之後的台灣 本身台灣在二戰之前就是日治時期 而日本的時候 這個大日本帝國的南進政策 亦都是通過日本的本部 然後向南、沖繩、台灣、高雄 再到東南亞 所以福建雙圈一方面有很愛國的熱誠 同時他跟英國的殖民政府 無論是青夏波還是香港 亦都跟大日本帝國的政府 通過日本那條路 都在各自建立關係 這些就是大財主 或者當時的商人 跨國網絡的視野 所以說福建幫 無論在中國大陸 特別是福建沿岸 香港、南洋 還是在日治那邊的制力範圍 包括日治的台灣 都是有影響力的 去到日本投降之後 台灣就移交給中華民國 於是中華民國就要派一些可靠的人 去台灣那邊 盡快去收拾局面 而黃克立作為陳嘉庚的其中一個頭馬 就被人派到台中那邊 委任了做台中市市長 當然本身未必有很多行政練力的人做市長 特別是在戰後這麼複雜的環境 是否能夠呢 我們現在不知道 因為現在太遠了 但他任內 無奈就發生了很著名的二二八事件 當時來自外省 即是中華民國派去的陳怡 下令鎮壓 他作為市長 沒有理由是不會鎮壓 也沒有理由是無份 在二二八事件當中 他曾經一度是覺得勢積不對 想著草 在台灣本土派的元老林憲堂的家裡 就躲起來 誰知道也是被群眾 把他挖出來 認出他是市長 然後還押了一段時間 後來二八事件就失敗 他就服職 但是覺得政治也很空險 也是專心賺錢做生意 於是他脫離政界 就專心去拓展 代表他的老闆其實是拓展的事業 他就把大本營搬到香港 他就是這樣叫做法籍 但是他本身這個背景 正正反映了他的重要性 就是在於他福建商圈 這個僑商網絡的地位 他在香港做了很多銀行的董事 其實最初是因為整個僑圈的價值 才多人留意他 當然他自己也要成功和長袖羨慕 陳嘉庚在中國內戰的時候 慢慢就倒向了中國共產黨 這件事也在中共眼中是一個很成功的統戰 因為他始終是一個十分之有影響力的華僑領 到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鏈 他是代表華僑應該是首席的身份去參與這個典禮 後來就在中共的政權之下 都是得到很多的殊榮 譬如他做過政協常委 後來做過政協副主席 也是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 代表著這個僑領 這些身份其實都是有一些爭議性的 譬如說你在新加坡政府硬中 你又去那邊做政協副主席 那你那個忠誠度擺在哪邊呢 那英國可以這樣想 新加坡現在的政府也可以這樣想 但是對華僑其實至今為止 各方都是相對寬鬆 很少問這些敲民靈魂的問題 所以新加坡政府到今時今日 都是十分之尊重陳嘉庚的 英國對他的評價也高 兩岸政府對他的評價也高 甚至是台獨的勢力對他的評價也不差 這就是福建幫的潛能 所以今時今日的福建幫 雖然他們當然要十分之極度愛國愛港 亦都要愛黨 但是跨國的商圈網絡依然存在 依然在台灣、東南亞 都是有很盤根挫折和很落地的影響力 所以黃怡雲博士 作為黃克立先生的公子 這也是代表了中共繼續統戰 跨國福建商圈的熱誠和真誠 於是他一直平暴清雲 當然他是不是完全因為背景 而沒有其他原因 這個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他本身最大的重要性 為何可以坐足這麼久 以及在圈內為何大家都要給面 多一點點 就是因為這個跨國網絡的存在 其實黃怡雲在香港的代表性 所謂的不是特例來的 中國其實有很精密的統戰策略 也針對著每一個僑領的雙圈 都是有部署的 我們可以再留意一下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這些代表 我們暫時把這些國家民族認同的大意 總之這一群就叫福建邦 而同樣的存在還有些什麼呢 比如說潮州人 在香港大家也知道很多 在南洋也有很多 甚至是海南島也是一個實力 在新加坡有很多叫情商 海南島 我們知道除了有些老人家 或者內幾歲的婆婆 以為海南島是有海南雞飯之外 一般人都會有比較 複雜的認知 可能以前都是把很多商人 在東南亞工作 生活 其實是這樣傳到去新加坡 在香港我們剛才說過 黃黑立和黃怡雲父子 都是大紫荊分涵 這是一種 你可以說世襲也好 總之都是一種態度 對這個雙圈的肯定 但是他們不是一個例子 我們有另一個大家可能更熟悉的例子 就是現在香港行政會議的召集人 陳志思先生 還有他的父親陳有慶先生 陳有慶先生 他還在生 這兩父子也分別得到 這個特區政府的大智慶分涵 而他們的身份地位 跟剛才我們說的皇家福建幫 也有點像 當然他們不是福建人 他們是潮州人 但是他們最重要的是泰國的華僑領袖 這個家庭 其實也是我們獨國際關係的時候 經常都會去研究的 因為他們是泰國的華僑領袖 再上一代就是陳佩 再上一代就是陳佩神先生 我們現在都可能聽過的盤谷銀行 就是陳家的祖業 由陳佩神去到陳有慶 去到陳志思這三代 陳有慶開始就進軍香港 但是他們跟泰國的關係 都依然是很密切的 首先盤谷銀行在泰國很重要 還有你看看陳志思 他的名字是有泰文名的 而他的一個 就是他爸爸的兄弟太太 就是做過泰國科技部長 其實在泰國日來說 也已經打入了最上層 所以在陳家的統戰價值 既是潮州雙圈 也在泰國華僑 變成一個橋嶺 現在他們後人 其中一位 就在香港的行政會議 做了10人 和經常都傳他有意做特首 我也認識他本人 當然他比現在很多其他 建制派都相當多 這全都是相當的 和王二宏相比的形象 始終是正面很多 我們不是想說個人 而是說他們的代表 當有些世家大族 其實我們平時看到他 只不過是很表層的一面 這個就是立法會議員 這個就是行會召集人 他做這個就是唐和言 會什麼 但其實背後的真正勢力範圍 真正的價值 我們就可以把這本書說的網絡 而這些網絡到現在為止 並沒有隨著中國定義 是國家安全而消失的 反而他們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一方面不斷去歌功仲德 另一方面是維持自己的影響力 而這些正正是 為什麼這一類的網絡 可以持續到這麼多的朝代 都不須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們說回我們今天最後的結論 就是我們看到黃研黃先生 就是鮮游 大家會記得他的就是某兩個畫面 但是其實他背後的脈絡 才是真正值得去研究之處 如果大家對香港的國際歷史 有著握的話 就會大概知道 其實什麼人在這個地方 各自拿到什麼東西 香港作為一個各取所需的 可以生金蛋的地方 也是各家各派都共用的白手套 這些成功的經驗 其實到這段時間為止 我們未必有很多人去研究 但是到了這個局面 我們是很應該去思考的 因為究竟這個價值 是不是一定要隨著現在這個形勢 而煙燒雲散 還是可以用另一個方式 在另一些時空去複製 無論黃怡宏 他想不想到這些事情也好 他的寫意果可以帶給大家 思考一下這些結構性的問題 可能都是他一生人 對一般人來說 其中一個最大的價值